朋友们好,今天是2月27号星期六 欢迎来到远见快评传奇会 我是唐靖远 在昨天的视频中,我和大家有聊了 传国玉玺从秦始皇克制以后 他就一直延传到了西汉的平地手中 这个期间他基本上是平平顺顺 没有出什么问题的 那么到了公元5年的时候 汉平地驾崩了 连仅2岁的儒子英被立为了皇太子 那么在当时这个传国行 他是被收藏在常乐宫里面的 其实说起这个常乐宫 我们说一句题外话 就是在汉初三节之一的那个韩信 他其实就是被吕后在这个常乐宫的中室里面给谋杀的 我们把这个话说回来 就是这个儒子英皇太子 他才仅仅2岁 可以说是标准的主少国仪 那么当时当然他就出来了一个有非分之想的人了 那么这个人他就是王莽 王莽是当时的太皇太后叫做王振军的他的侄子 那么他是属于外戚 也是属于权势新天的一个权臣 那么他最终是篡夺了西汉王朝的 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就叫做王莽篡汉 而整个西汉他从汉高祖开国起就出现了这种旅后外戚的专权 没有想到到了最后他还是亡于这个外戚 这个也是西汉一朝他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好的这个话不扯远了 当时这个王莽他觉得自己代汉而立的这个条件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呢他就派遣了一个新妇去入宫秦喜 当然说是秦了 实质上就是要索要了 那么这个太皇太后王振军呢 在当时他已经是连于古西的一个老人了 他实在是没有力量来阻止 所以呢眼见着这个刘家江山呢 保不住了要改姓王了 那么他在背路之下呢 他又不愿意把这个玉玺呢 就是拱手送人 而是呢取出这个船国喜呢 他就用力的把它摔在地上 同时呢他就对来人说了一句话 说我连纪已经很老快要入土了 但是你们兄弟今后啊将会有灭族的大祸 那么王振军他这一摔呢 他是差点毁了这个船国喜 来人呢当时也是惊出一身冷汗了 不过幸运的是呢 也许因为这个老太太嘛 他连老体衰 实际上他没有多大的力气 所以呢 这个只是这个玉玺 他雕刻的那个笼呢 他被衰缺了一个脚 但是呢这个玉玺整体上还是保持完好的 那么王莽得到这个玉玺以后呢 立即就召集了能功巧匠 用黄金来补上了这一处的这个破损 那么这个就是后世的金香玉 这个典故的由来 王莽篡汉呢 他是传国玉玺第一次落到了窃取神器者的手中 而王振军他在圣路之下的这一番话呢 居然也可以说是一语成称 因为在十四年以后呢 就是王莽这个短暂的新潮最终是覆灭了 王莽他自己也的确是生死足灭 就是应验了王振军当年的那个警告 那么从此以后啊 这个传国玺他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但凡是通过这种篡世来夺位者 或者是德不配位者 哪怕你得到了传国玺呢 也大都是国座短暂或者是不得善终 这个传国玺呢 他几经流离重归汉光武帝 也就是到了东汉了 并且代代言传一直到了又东汉的末年 那么在当时呢 是少帝他是刚刚继位 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 这又是一个小皇帝了 结果呢 在那个时候呢 就爆发了宦官作乱 就劫持了这个小皇帝 这个少帝出走 并且离开了这个皇宫 结果在这种混乱之中啊 这个长喜官他就走散了 那么传国喜呢 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失去了踪迹 那么当时的东汉王朝啊 他已经是处于这种分崩离析的前夜了 宦官之乱呢 刚刚才结束 又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那个董卓之乱 所以呢 他就引发了天下各路兵马 都要来讨伐董卓 那么当时是东吴的这个破鲁将军孙杰 他呢 就是率兵进入了洛阳 并且呢 他负责对当时已经残破的这个汉室的宗庙啊 林寝啊等等这些地方去进行重新的修缮 也就是装修了 那么当时孙杰呢 他是率部驻扎在这个洛阳的城南的 结果呢 就出现了难以解释的一个神奇现象 就在史书里面呢 他是这么记载的 就是说这些士兵们呢 无意中发现呢 在当地有一口水井的上方呢 他在黎明破晓之际呢 可以看到在这个水井的上方隐隐约约出现有五色之气 这个奇特的现象在当时就已经传开了 按照史书的说法 叫做举军接怪 就是整个军队呢 都感到非常奇怪 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么孙杰他当然也得到了禀报了 他为了要一探究竟呢 他就派人下这个水井去探查 结果呢 从这个井里面捞出来一具宫吕的尸首 而在这位宫吕的他的脖子上呢 就记着一个井囊 打开这个井囊一看 发现传国喜就在里面 这个传国喜呢 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它是真品 因为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在后汉书 吴书 以及像资质通建 等等等等 这些史书中呢 都有记载 而且呢 这些记载东呢 都还著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就是说孙杰所发现的这个传国喜 它的一个脚是有一个缺损的痕迹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叫做祸福相依的一个道理了 对吧 往往篡汉的时候呢 这个传国喜被摔缺了一个脚 结果呢 他反倒成了后事来辨别真假的一个有利的证据 从这里开始呢 这个传国喜又复现人间了 那么这个孙杰呢 可能不少朋友都是比较熟悉的了 他就是后来的三国之一 也就是吴国的开国大帝孙权的父亲 在这呢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 孙杰啊 他是无意中得到了这个传国喜 结果呢 最终是他的儿子开国称帝了 那么孙杰的老板吧 我们这么说 叫做袁树的 他就听说以后呢 就用一种劫持这个孙杰妻子的方式来强行夺走了这个传国喜 随后呢 他就自立为王 这个建号称帝了 袁树的行为呢 是令他在当时就成为天下人的众矢之之地 仅仅两年的时间 袁树就在这种众叛清离之中就病亡了 那么传国喜呢 又复归汉室 此后呢 这个天命流转 东汉呢 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汉宪帝呢 于是就召集大臣 自己呢 先到宗庙中去告继祖先 然后呢 派遣这个御史大夫张英呢 叫做持节奉喜寿善位 就是算是和平移交了自己的政权 善位善给谁呢 善给了这个曹操的大儿子曹毕 那么也就是魏文帝了 这个魏文帝他登基以后呢 就派遣御公在这个传国喜的肩部 就是这个肩膀这个肩 他的肩部 又以这种隶书字体刻下了八个字 是这么写的 大魏受汉传国之喜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个传国喜 他就相当于又多了一个可以识别的标记了 好的 接下来的再经历了一段 就是大家可以说都是无比熟悉的三国鼎立的时代了 就是这段历史吧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他就终于慢慢的走到了三国归进的这个时候 那么在当初啊 汉宪帝呢他是在迫于无赖的情况之下 被迫的把地位呢让给了魏文帝对吧 结果到了魏国的末年的时候呢 司马氏他实质上呢已经是全清朝野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的是天道轮回 在公元265年的时候呢 为元帝曹患了他也是被司马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来演了这么一遍 就是把地位让给了司马延 从此呢这个传国戏他就延传到了晋朝 在整个西晋时期啊 虽然中间一度发生过八王之乱 但是这个传国戏呢 他一直都是被皇室是妥善的保管的 没有出过问题 从秦始皇制作这个传国戏 一直到西晋末年 我们看到啊 这个传国戏他的流传的这个谱系是非常清晰的 中间虽然一度有失踪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很快又回归了朝廷 因为那个时候啊 他中间没有断代嘛 所以很多当事人都还在 他要确认这个传国戏的真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从这个西晋灭亡 中国进入到了一段叫做五湖乱华的这个时期 那么晋朝有一部分的皇室成员就南下 到了南方去建立了东晋王朝 传国戏呢 就开始进入到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时代了 这个流传的谱系啊 也开始发生了混乱 在中国历史上啊 第一次开始出现了 有十句可查的 就是真假传国戏的问题 导致后世的争议非常的大 而在晋怀帝永家五年 也就是公元311年的时候呢 出生于匈奴贵族的刘聪 他是派遣石乐等等 这些大将呢就攻入了洛阳 那么俘虏了当时的晋怀帝和晋敏帝 这个传国戏呢 就落到了刘聪的手里 但是这个刘聪他建立的政权呢 他叫做前兆 就是这个政权 他呢也不长久 仅仅才25年就被他手下的大将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石乐 他所取代了 这个石乐呢 他也是胡人啦 他建立的政权呢 在历史上就被称之为后兆 那么传国戏呢 也就顺理成章的转移到了石乐的手中 这个石乐他得到了传国戏呢 当然是非常的高兴啊 但是当时在南方 我们刚才说了 是吧 他还有一个东晋王朝的存在 那么谁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呢 于是呢 这个石乐呢 他就召集育工 在这个传国戏的另外一侧再次刻下了天命十世 这么四个字 他以此来证明自己才是华夏的正统 这个是这个传国戏啊 第三次被刻字 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这个局面呢 他对处于长江以南的这个建立起来的东晋王朝来说 是有一点尴尬的 对吧 就是虽然东晋王朝啊 他们是继承了司马家族的血统与道统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保住这个传国玉玺 因此呢 一直都被北方的这些胡人建立的王朝嘲讽他们是白板天子 那么我们从这里呢 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随着这个历史大戏的演进啊 传国玉玺呢 他不仅代表着皇权威严与持有者是秉承着天命 甚至呢 他已经成为一个王朝是否会被承认为是华夏正统的一个重要前提了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当这个历史大戏 他演绎到和久必分的这种大分裂的时代的时候 群雄尽起 是吧 各父天命 有的称姑一时 有的道寡一世 那么在这样一个纷繁变幻的乱世之中呢 大小王朝是轮番的登台 胡汉的地位也是频繁的更替了 那么传国玉我们都知道他只有一个 他不可能所有称帝者他都能够拥有 对吧 于是呢 重新去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国玉 也就成为许多君王的必然的选择 那么刚才我们有聊到了就是后召国的皇帝石乐 那么到他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传国玉的下落都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当这个后召被灭掉以后呢 传国玉在兵荒马乱之中呢 是再次失去了踪迹 按照这个史书的记载啊 就是灭掉石乐后召国夺走这个传国喜子呢 是叫做魏国 这个魏国呢 他和三国时期的那个魏国名称是相同的 但是皇帝呢 不姓曹 而是姓冉 就是那个冉冉升起的那个冉 所以呢 历史上呢为了方便区分就把这个魏国呢 叫做冉卫 到了这个东晋啊 墓地的永和连间 这个冉卫呢 他自己也即将要被灭掉了 那么在这种十万火急之下呢 他就主动的交出来传国喜 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就是祈求东晋呢 发兵救援他 那么在当时这个传国喜呢 就被辗转的送到了东晋宫中的时候呢 一度是被东晋的皇室是视为 哇 这是天命重归 大吉之兆了 但是呢 这个传国喜流传历史之上 最大的一个谜 也就是在这里出现了 因为按照这个史书的记载啊 这个传国喜 他所刻的这个文字呢 他是受天之命 皇帝受昌 是这八个字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留下印象啊 此前啊 我们说过这个史书记载的 秦始皇 所刻制的那个传国喜 他刻制的文字是 受命于天 祭寿永昌 是这八个字 显然 这二者的文字内容是并不相同的 而且这个史书呢 他也没有提到 这个新的这个传国喜呢 他是不是有缺损 以及他是不是也刻有其他的文字等等 那么东晋的皇室 他得到的这个传国喜 他的真假就成为一个历史悬案了 对吧 因为得到这个玉喜的年号呢 在当时是叫做永和 所以呢 为了便于区分呢 后世的史家呢 就把这个传国喜 把它称之为叫做永和喜 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啊 它是中国一个大分裂的时代 中间呢 是多次有传出说 发现了传国喜的这个消息 但是呢 他基本上都被认为 并不是秦始皇自己制作的那个本尊 在南朝呢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永和喜呢 他就一直被一代代这么继承下来了 而在北朝呢 失去踪影的那个真正的传国喜 他究竟在哪里呢 一直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没有人知道 那么在这段历史记录比较混乱的时期呢 这个传国喜 他似乎是曾经有闪现过一次真容 这个就是在北魏的太平真军七年 也就是公元446年的时候 当时啊 这个太武帝拓跋涛 他就下令要灭佛嘛 这个灭佛呢 是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也是佛教四次法滥之一了 因为这个拓跋涛呢 他要灭佛嘛 所以各地呢 都在开始捣毁这些寺庙建筑 那么当时是在夜城 在这个地方 当地的官方啊 在捣毁一座五层的这个佛塔的时候呢 在塔中这种离宿的佛像里面 就发现了两方玉玺 他的课文呢 都与秦始皇的那个传国玉玺是相同的 而且呢 这个记载特意提到了 说其中一方玉玺 他的这个在肩部 就是刻有大魏所受汉传国玺字样 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南北朝时期 唯一见到的有官方记载的 而且很有可能是秦始皇的传国玺 真品出现的一条线索 但是遗憾的是呢 在北魏以后啊 他又经历了东魏西魏的一个政权的更迭 那么史书呢 就再也没有对这个佛塔传国玺的相关的记载了 就是真正的这个传国玺 他到底在哪呢 依然是不知所终 一直到了这个隋朝 又重新统一中国以后呢 又延传到了这个大唐王朝 对吧 史书记载呢 他们获得的这个传国玺呢 他的课文都是 受天之命皇帝受昌 这八个字 因此呢 就我个人来判断啊 这个很可能就是从这个南朝 一直继承下来的那个东晋的永和玺 这个永和玺 他是不是真正的传国玺呢 历史上的他的争议一直都很大 但是就我个人来看呢 他很有可能不是 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文字不同 因为啊 在大唐贞观年间 就是贞观十六年的时候 当时啊 正是处于这种盛世开端的唐太宗李世民啊 他就下令用白玉来兴克了一方皇帝的用玺 并且清定了他的文字 也是皇天锦命 有德者昌 也是八个字 这个呢 当然就与前代的这两种说法的这个传国玺的文字都不相同的 那么这一方新克的这个皇帝的印玺呢 就被称之为叫做寿命玺 对吧 就是为了和这个传国玺有区别嘛 叫做寿命玺 从此呢 这个寿命玺就成为大唐王朝代代言传的正国之报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刻有这个寿天之命皇帝寿昌文字的这个永和玺 它其实同时它也是在唐朝的皇宫之中的 那么也就是说 既然这个李世民 他已经有了前代遗留下来的这个传国玺 为什么唐太宗他还要自己来新克一方玉玺呢 我觉得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 唐太宗本人啊 他也觉得这个永和玺并不是秦始皇的那个皇帝印玺 既然真品是不见踪影 所以像唐太宗这样圣文神武的千古一帝了 他当然也就是上印天命了 所以自己来制作传国玺是千金地义的一件事情 那么自从这个秦始皇的那个传国玺失踪以后呢 历朝历代的天子呢 其实都没有放弃过寻找 但是一直也都是杳无踪影了 在最后一次被认为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传国玺呢 是已经到了北宋的折宗的连接 那么在当时是有一个叫做段义的农夫啊 他在耕田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方玉玺 他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立即就上报了官方 那么当这方玉玺呢 被送入皇宫的时候呢 这个折宗皇帝他是极为的重视的 他当时就指定了13个大学士一起来进行考证辨认 那么这一方玉玺呢 根据这个历史记载呢 是说他叫做色绿如蓝温润而泽 意思就是他是蓝绿色的 而且他的文字呢 倒是与这个秦始皇那个玉玺的文字是相同的 那么最终呢 这13位大学士他们的鉴定的结果呢 他们就认定说 这个就是真正的秦始皇的传国玺 但是这个结论呢 其实在当时就已经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一直到后世啊 也都普遍的认为 这个其实他不是真品 但是呢 我们谁也无法知道 究竟这个玉玺呢 他是哪个朝代是谁制作了他 那么就是真正的这个传国玺 他究竟在哪里呢 史学界对此呢 至少目前有五种以上的说法 而且呢 都是各有自己的论据的 所以 这个中华第一国宝他的下落呢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我们如果从这个可信的史书记载来查考啊 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玺 他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失去了记载了 虽然在后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传国玺 他不一定是真品 但是呢 传国玺与天命神兽 这个文化的内涵呢 他却被是一代代的继承下来 成为中国的神传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真正的这个传国玺 它是否还会显露真身 似乎呢 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好的 这个漫长的故事呢 我们聊到这里了 就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